你知道历史上最恐怖的四种刑具是什么吗 据说这几种可怕的刑具还是专门针对女性的 由于行刑的时候太过残忍 一度成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噩梦 那么这几种刑具都是什么呢 它们的可怕程度又在哪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文学历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首先这第一个刑房呢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女巫的椅子 它被称为古代西方最可怕的一种刑具 在历史上就没有人能熬得过这种酷刑 就说这把女巫的椅子通体都是由铁钉打造的 在行刑的时候女性必须拖得一丝不挂 然后直接死在上面不光如此 犯人的手腕和脚踝的地方呢 都各自有一个手铐和脚铐牢牢的靠住 接下来这第二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禁猪笼 一般会受到这种刑罚的女性呢 都是在外边呢有了监情被抓到的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女性会被装到笼子里 然后绑上几块重重的石头将其逆死 第三种刑罚就是铁裙 它是朱元璋发明的 主要的作用就是惩罚不贞结的女子 受刑的女性会穿上用铁做的裙子 然后呢被放在炭火上烘烤 最后呢被活活的烤死 第四种刑具就是冰块 同样这种刑罚呢也是用来惩罚不贞结的女子 主要的做法就是在一个大木桶里面放满冰块 然后让女子脱光衣服塑到里面 由于做的时间比较长 大多数女性在接受完这项刑罚的时候呢 都不会再有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那么大家对于这几种刑具怎么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